墾丁国家公园是台湾唯一包含陆域及海域的国家公园 在百万年来地壳运动与海洋彼此礁石下 造就墾丁奇特地形 成立国家公园 原来就是保护国家特有的珍贵的景观 还有珍贵的动植物 还有人文史迹 在植物方面 它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低海拔的一个原始林 还有一个海岸原始林 还有就是高位的珊瑚礁原始林 在动物方面它更多了 它的面积占台湾的0.02% 鸟类的资源占了台湾70% 也就是说0.02%的土地里面 有占了台湾70%的一个鸟类的资源 那更重要的它有很多 因为是它是经过黑草经过的 所以这个地方它有和水质也很好 它有大面积的一个珊瑚的资源 拥有自然资源的墾丁国家公园 也同样有着丰富悠长的文化资产 静静地见证历史更迭 开启了自然保育的新业 墾丁国家公园四季丰富的观光资源 成为游客们休泣旅游的圣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